各位业界的前辈 先进 还有各位管顾公司的主管们 大家午安 我是中美兄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品牌总监010 那先在这边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刚刚一个小插曲 那个大概圣诞节今天那个话都太兴奋了 所以掉下去了 先谢谢金展科技的周总 刚刚帮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引言 先埋了一个伏笔 就是我们今年中美制药在主推的产品 是一支减肥瘦身的产品 那会后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来咨询一下 中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这一期的品牌 台湾的计划里面我们做了些什么 那先简短地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缘起是在哪里 中美制药呢我们是一个国产的制药厂 那么可能对于药界 药业比较不熟悉的朋友们 我可以稍微分享一下 今年在台湾的药界有一场大地震 怎么说地震呢 是因为政府的这个法规 过去呢以往只要求制药厂有CGMP的一个标准认证 但是在今年的12月31号以前呢 所有的药厂都必须要通过全球最严苛的一个标准 要求就叫做PICS GMP的这个整体的升级 所以如果没有经过PICS的考验认证的话呢 就必须要所有的产品都在明年的1月1号下架 不能够在通路上继续返卖 所以这个影响是什么呢 在PICS执行之前 全台湾大概有162间的CGMP药厂 但是在PICS实施之后呢 目前通过的只有82家左右的药厂 所以可以说是药厂的这个生存直接砍半 那整个药业的市场就必须经过再一次的洗牌 算是经过一个要经历一个春秋战果的一个 大家在抢市场的时机点 那中美之药呢 我们主要的产品是在OTC Over the Counter这个承药的部分 所以 在面临这个法规的改变之后呢 我们要突破以往的经营模式 那么让消费者的心中更了解这个品牌 所以才能够抢这个不管是市占率 还有消费者心中的新占率哦 那所以在以往呢 我们可能很强调的是B2B的沟通 我们针对于药师 针对于药局或是医生的沟通 但是在未来呢 我们需要更针对消费者直接B2C的沟通 所以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呢 关键点就是品牌的知名度 还有知名度的这个部分 那简单的跟各位介绍一下中美制药是什么 中美制药今年是78年了 所以我们在1936年成立呢 历经了三代的经营者 目前是也有这个第四代要进行接棒 那我们是一家传统的本土药业 主要是以成药 over the counter的这个药品 为经营的这个重点 那除了非处方药以外呢 我们还有做这个保健食品 健康食品的区块哦 我们在根据这个ITIS的调查 还有IMS的调查 我们是台湾前五名的本土制药厂 那这边看到的呢 就是我们的部分产品 目前在市面上呢 我们大概有两百多项的产品 可以在一般的药局药妆店 都可以购买得到 那在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商品陈列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有各种不同的这个适应证 基本上从头到脚 从小朋友到老年人 饮法足 里里外外 你可以想得到的药品呢 我们都有生产 所以可以说是种类 非常非常的繁多 那在于这个中美制药的品牌现况 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们要参加这个 品牌台湾的计划哦 第一个是在于成药处方药 其实大家的同质性都很高 以化学药来讲呢 我们都是同样的成分 所以它治疗的适应证也一样 那消费者到底要选谁 是选他认识的品牌 是选药师推荐的品牌 还是选国外来的品牌呢 到底选的这个依据是什么 这个就相当的重要了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品牌的这个 目前的知名度不高 定位不清楚 所以在消费者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一个很强势的竞争优势 那再来第二点呢 就是刚刚提到的 我们有大概200多项的产品哦 所以种类相当的多 那使用的消费族群也相当的分散 到底要对哪一群人沟通 要沟通什么 才能够在他们的心中建立起 中美制药的这个品牌的印象呢 那再来 下一点就是在于说 因为PICS的这个国际认证之后呢 市场开始改变了 那现代的消费者也跟以往不太一样哦 以往大家会很相信 药师或是药师的推荐 进到药局药房可能就询问说 我今天觉得头有一点痛 那药师可以帮我推荐一个药品吗 但是现在消费者不太一样哦 消费者相当的聪明 他可能直接进到店里面 他就拿他认为有听过的产品 广告大的产品 他觉得是可以相信的 那如果说药师跟他推荐说 你不要拿普拿藤 你拿这个C品牌 消费者心中就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药师你有比较好的利润 所以你要给我推荐这个杂牌呢 那消费者他们就开始有很多自己的定见 跟他的这个认知 或许是在网路上搜寻的 好那再来 这点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新战律的部分哦 他们除了相信权威的药师的这个推荐以外呢 可能有更多的是在于平常接受到的资讯 这个品牌大家说他好不好 我有没有听过 是不是可以被信任 那再来最后一点呢 中美是要面临的就是 今年是我们七十八岁 再过两年要庆祝八十 八十岁八十周年 八十可以说是一个大寿 那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公司希望呈现出什么样子的样貌 面对我们的合作伙伴 还有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在这么多的现况之下呢 我们认为关键点在哪里 跟我们想要成为什么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消费者心目中 自我疗互的首选品牌 那这个首选品牌到底是什么呢 在很多年以来 公司的老板他会提出这个口号 希望我们成为台湾的自我医疗的第一品牌 那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个业者 或是很多的老板 对于这句话都会有感觉 因为大家都想成为第一品牌 可是第一品牌到底是什么 消费者认为第一品牌对我而言 代表的是什么呢 好 所以我们就申请了这一次的这个辅导 在辅导的策略上面呢 它其实有四个阶段 那今年是我们公司第一年的申请 所以我们是从头开始做起 我们认为品牌这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它很重要 也都很想做 但是从哪里开始做起 我们决定从最基层的打底机开始做这个工作 所以在今年度呢 其实我们的重点是在于 第一个阶段的检视品牌资产的部分 还有进行到第二个阶段的这个 建立品牌策略的区块 那在这里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事情 在建立品牌的时候呢 我们回归到最原先的起始点 这个部分其实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公司应该说我们的品牌团队小组成员 花了相当多的努力去说服老板 要做市场调查这件事情 因为在我想如果是传统的传产 或是台湾的公司品牌的话 大家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老板都是在业界打天下的人 他们有相当多年的经验 所以他可以说 我跟你说啦 20年来我接触了多少的这个通路 所以我知道怎么样 你不要跟我讲市场调查 他们会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要花很多的时间 或很多的资源跟精力 去做试掉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前段呢 我们就跟主管跟老板 去沟通这件事情 或许我们认为 我们对于消费者 有很深刻的了解了 但是是不是可以 透过一个更科学的方法 去从市场调查 直化量化的去了解 在消费者的心中 我们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们回归到这个 4C的分析 市场的分析 顾客分析 竞品 竞争者的分析 跟自己的体质诊断 那另外一个部分呢 我们是针对所有的 stakeholder 主要的厉害人 做了一个问卷的分析 所以从里到外 我们全部做了一个 360度的大体检 这件事情其实我想 你要说它残酷 或是说要说它相当的 给自己信心 其实都有 我们这一次总共 对于公司的内部呢 经营者做了访谈 所有的高阶主管 第一级的主管都做了访谈 那面对我们的员工呢 也发出了大概100份的问卷 有90%的回收率 以不计名的方式做 那面对我们的通路商呢 就是所谓的药局 我们发出了1000份的 试调的问卷 总共回收了 760份的有效问卷 那从这边所有的 直化量化的调查 还有问卷呢 我们去了解自己 到底在哪一个位置 那我们就进行这个 品牌的再造 还有呢 做一个策略发展的共识营 那这边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做了些什么样子的试调 那大概有什么样子的感受 那在于直化的调查里面 我们总共做了三场的focus group 焦点访谈的部分 那焦点访谈的重点占三块 第一块就是产品购买的决策行为 因为刚刚前面有提到 今年中美制药 我们强打的产品是一支减肥药 所以我们想要透过一个 focus group的调查去了解 消费者在什么情况下 为什么要来做这个 做这件事情 跟他选择什么样子的产品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针对于品牌的形象 还有价值去做一个评比 针对我们自己的产品 还有我们所设定的竞争品牌 那第三个呢 我们是做一个自己的体检 就是在整波的广告campaign 跑完了之后呢 我们去做一个后测 消费者看到了什么 他是不是看到了 还有对于我们自己的品牌力 就是中美制药的一个认识度在哪里 那除了刚刚的这个直化调查以外呢 我们还做了量化的调查 总共是透过 发了400份的网络问卷的部分 一样去了解就是 减肥减重的动机 还有他对于目前市面上 产品的使用的感受是什么 在刚刚的这些试调全部做完之后 我们就有拿到了非常丰富的资讯 来分析 我们现在在 不管是通路商 在于这个药局的药室老板 还有在消费者的心中 我们是不是真的达到了 我们想要达到的位置 包括量化的一个百分比 品牌在被提及的时候 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产品 知道我们的品牌 还有他为什么愿意使用 跟他为什么不愿意使用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很了解了 自己的体质状况以后 再来就是回归到于 这个品牌的这个发展架构里面了 那在中美制造部分 其实我们推行策略地图 已经大概有六年的时间 那在于公司的整个决策策略上面 但是这一次呢 很大的重点是在于 我们把品牌给放进来 去作为一个策略地图的驱动力 那过去我们可能更以 公司的财务贡面 跟财务的目标 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过去我们一直以生产制造厂 为一个思考角度 那以工厂而言的思考角度 就是我可以做什么 那我相信我的销售团队 就可以卖什么 这件事情来做驱动力 那但是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呢 我们希望可以把自己 转换成从品牌的角度去思考 从我们的品牌 如何去了解消费者 消费者需要什么 那我们能够从品牌的角度 去提供什么样的价值 去达到消费者的新战率 所以我们就做了一场的 这个品牌共识营的部分 那品牌共识营这个部分呢 就是在于我们从全部的一级主管 还有中级主管去讨论 我们希望中美的使命 价值 愿景是些什么 那这个如何再去导入到 我们的策略地图里面 去产出行动方案 好这个就是我们在11月份的时候呢 公司做的一个品牌共识营 那这是总经理 跟总经理的小组成员 他们在演一个话剧 好 那这个共识营产出了什么呢 一整天的时间 大家产出了使命愿景价值 其实公司过去也有 但是以往不太一样 比如说过去的使命是什么 因为第一代创始人他说 制药就是道德 制药就是道德 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什么呢 这可能是一个很生硬的概念 但是他是站在一个生产者认为说 做药是给大家健康的 所以我一定要秉持着一个 最高的道德标准 生产最好的药品给消费者 但是当你说 制药就是道德的时候 消费者可以理解吗 可能他会认为道德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今天只是生了一个感冒 要吃药而已 你跟我讲道德好像有点远哦 所以我们重新再去思考 从品牌的角度 我们希望可以跟消费者 和我们的通路上 共创健康幸福的每一天 be healthy together and be happy every day 因为我们相信 健康是通往幸福的一条道路 那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给消费者 健康生活的需求品的话 那他们一定可以追寻到幸福 那这个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哦 五星的部分 只要有良心 对顾客用心 对伙伴交心 对让员工安心 还有让社会放心 那在愿景宣言的部分呢 有一个比较长期的目标 设定在2026年 那一个比较中期的目标 设定在2017年 那在2017年呢 我们希望能够成为 台湾地区这个家庭健康 与预防医疗的创新领导者 那在价值主张的部分呢 我们也产生了两个 一个是B2B的价值主张 一个是B2C的价值主张 那在定位陈述的部分呢 我们的positioning是 以成正信实的态度 和传递健康照护的伙伴 提供消费者多元 完整的产品服务 共创幸福 那在一天的共事营之后呢 接着我们开第二天的 商业模式营队 那商业模式营队这个部分 就是把前一天的这些 产出的这个价值的部分呢 进行更明确的市场评估 还有商业模式成功因素 来讨论书 在我们公司的可用的架构里面 怎么去节省资源 可以达到最大的这个效果发展 所以在最后呢 我们公司会协助我们 出产一本的这个 全面品牌管理章程的部分 那在于参加心得的部分 是什么呢 我想在这里也跟大家 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 全面360度的试掉之后 我们可以更有信心的了解 在消费者心中 我们现在大概占了多少的 品牌知名度 那我们想要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有可以往哪一个目标 去进行 那在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想很重要的是 凝聚公司的一个 全员的共识跟凝聚力 怎么说 因为以往或许会有 公司的使命愿景 但是比较是像 老板喊出来的 贴在墙上的 所以大家会觉得 它是一个很漂亮的装饰物 但是不知道怎么把它 融入工作的里面 但是透过一天的共识营 大家去针对这些字句呢 会去做讨论 甚至争辩 那每一个 每一个句子 每一个词汇 都必须要经过 全部参加人的同意之后 我们才可以认定它 所以可以说 这些的价值 这些的主张 都已经很深刻地 植入在大家的脑袋里面 那再来我想 最重要的就是 可以把品牌的这个精神 导入我们的管理当中 还有在未来的策略发展里面 用品牌为一个驱动力 好 那这个就跟大家 最后工商广告时间 就是今年度我们的这个 减重药品叫做优美鲜 它可以 它是现在市面上 唯一的一个 唯一一支 卫福不合可的减重产品 那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今年的广告的部分 美食当前 谁不心动 但是脂肪摄取过多 就会造成体重过重 你的减重 做对了吗 中美优美鲜 油切胶囊 能够有效辅助 减重的成分 有效抑制 饮食脂肪被吸收 让你轻松控制体重 中美优美鲜 油切胶囊 男生也可以用哦 中美制药 所以在公司的品牌上面 除了我们做内部的 这个沟通之外呢 还有对于消费者 我们也选定了一支产品 去沟通 怎么样跟消费者一起 共创健康幸福的每一天 那如果有减重需求 想要健康减重的朋友呢 可以在会后 来找我们做咨询 谢谢大家